请不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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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你忙着呢 小心点 给 好好 有两个钉子 慢点 钉钉子讲究的是力度 锤子和钉子受力点 保持垂直 先固定好钉子的角度 慢慢加大力量 钉钉子讲究的是个器 跟人一样啊 这气要是不顺了 钉子也不听什么了 大叔你好 我们是学美术和摄影的 这岛上有没有什么 瀑布风景秀丽的地方 我们想在这里踩踩风 对啊 这几天啊 最好哪儿也别去 台风可能要来了 台风 我们好像经历过台风呢 什么时候啊 这个听起来刺激 我不管你们是干什么的啊 最好啊 这几天在房间里待着 哪儿都不要去 好嘞 我们心里有数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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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刘 全村的粮食都在这儿了 我怎么感觉不够啊 都在这儿了 确实不够啊 是啊 老刘 你也知道 村里没有什么存粮 要不咱们找找老鬼 看看有什么办法 不行 老鬼够忙的了 这样吧 剩下不够的我来想办法 别担心 这排水沟 为什么不弄上混凝土啊 年年山水带着泥土下来 弄啥都不行 只能定期清理 老鬼这回奇怪啊 咱们前家倒来回来了那么些人 他们从来都爱搭不理呢 这回倒是交上了 可不吗 听说那小子脾气确得很 还跟老鬼分家 这俩人啊 这回是对上鼻息了吧 缘分 倒上十七周 树也掉下来之后啊 很快就腐烂了 堵在沟里 清水沟的时候啊 得把两边泥土都带出来 要不然又堵上了 封太大了 房子可能会被陷开 大家就近找封空洞躲避 这边 绝对不要顺风跑 这边 快 快点 快点 快 快 注意空中落雾 避开高岩线 快 跟上 远离大树 你先跟 这边这边 快点 我帮你 快 走 快 快点 快点 快 快 小心点 快 快 快 注意安全 慢点 快点 注意安全 慢点慢点 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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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上快点 快点快点 快 快 注意安全 滚叔 外面所有人都进去了 好 孟范儿 你负责一好洞 你负责二好洞 咱俩守世界这个洞 经典人数 听见没有 好好 注意安全 去吧 走 走 老鬼啊 他们这 象棋 扑克 都是我造的 人一闲就出事了 听这丰盛啊 得在里面待两天了 他们忙着啊 我踏实 将军 来 坐着 再来一局 可以 来 碰 当了几年消防员了 快四年吧 接着打呀 进过后场吧 看来是听过了 你小子一上岛就闹着情绪 是不是不服管被调上来了 我当时觉得自己啊 没做错 但我现在 依然觉得自己没做错 你小子 去 我要了 有些事情啊 我们是真的没做错 但大家就好奇 他们愿意相信那些 他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时间长了之后 大家就会把这些假的 都得变成真的了 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咱们这一行的 因为他们不知道 我们每天将面对生死一顺 无论是自己的 还是别人的生命 所以啊 你只管做好 以人为对的事情 就像你要跟我分家一样 老鬼啊 这么多年了 调来的人多吗 隔两年来一两个人 有的是自己想办法调走的 有的是被我赶走的 就跟刚我一样 你小子敢不走 回来还跟我闹分家 头一次见到你这样的人 觉得有点意思 暂时留一留吧 是 暂时留一留 老鬼 那本日记 我看了 是 十几年前写的吧 后来 在岛上时间久了 每天重复做同样的事 念对同样的人 写日记 就像济流水障 没啥意思 所以就不写了 在岛上十几年 没离开过小岛 你怎么知道 外边什么情况 我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 但是 我知道 这个世界 和以前不一样了 这本日记啊 我跟风哲都看了 那就证明这本日记 有它的意义 安定消防救援断的魂是你们 我见消防也是安定 老吴 他好吗 吴战就像个父亲 吴长茂啊 吴长茂 贵叔 贵叔 人我数了好多遍 少了刘叔 谁见过老刘 我看见了 我们觉得储粮不够 本想找你商量 但老刘叔 不要让我麻烦你们 准备自己解决 雨下那么大 不知道他为什么还没回来 越老越糊涂啊 他肯定买粮去了 你俩熟着 吴长 咱们走 好 先去码头看看 但愿能看到他的船 快点 好 慢点 慢点 快点 老刘 刘大哥 老刘 你早上尚早上掌 你不知道起台风了 不要兵了 我是怕 怕大家挨饿呀 赶紧的 快点 注意安全 开门 开门 快点 去ALK 前橋 快点 快点 我以为他们离岛了 心里人事的时候就没注意 后来听大家说没人离岛 才知道他们还在岛上 不是 等会儿 等会儿 你说的是谁啊 滚叔 就是问我们路的那些学生 没事儿 孩子 别跑了 这岛上有没有什么瀑布 风景秀丽的地方 我们想在这里踩踩风 之前 他们打听过瀑布的位置 瀑布在后山 最近的路是绕道 但是 现在风大雨大的 怕是进路 已经被海水堵住了 我们只能翻山过去 之前你们翻山 走的哪条路啊 猫孩儿队岛上出现 你和风哲西城 在前面探路 起风了 他们肯定会选择下山 但是具体被困位置不确定 我们只有分头去找 老鬼 老鬼 虽然我对这儿的环境 没有你们出现 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每个人 必须带上工具 还有足够多的粮食 先保证自身安全 我在豆养十八年了 没有出过任何事情 这次 大家必须谨息心理 天应该快亮了 准备一下 出发 好 好 怎么救你们两个一起写生的人呢 我们画得慢 其他人画完去山里玩了 往南山带 我一会儿过来找你们 你们俩 先把他们送下去 注意安全 放心吧 来 走 走 老鬼 老鬼 亲家 老鬼 怎么样 能不能收到回忽法啊 可爱 老鬼 撑住啊 撑住 怎么样了 新城队 初步判断是脚踝骨折了 咱们先把他送出去 好 新城 新城 什么情况 对家记忆怎么不回啊 没信号 听不见 这样 翁主 你和毛孩先把他送下去 你跟我走 去哪儿 找了半天 没有那几个人休息 只有一种可能了 走 走 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 走 走 慢点 怎么办 我们该不会回不去了吧 你别瞎说 这天多好啊 要风有风 要雨有雨的 我还第一次碰着呢 我们可不喜欢 手机一直没有信号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有人发 姚姚 小发员同志这里 这里 有人 小发员同志 你们可算来了 我们的三个同学 你们找到了吗 放心吧 那三个同学已经送下去了 白鬼啊 不然咱们先离开这儿吧 你受伤了是吧 嗯 受伤的我来呗 其他三个你带出去 好 那可不行 外面刮台风下这么大暗雨 这里离村庄又这么远 外面还不如洞里面安全呢 我 我不去 豹 西城阁 西城阁 老鬼 伟叔 伟叔 你们在吗 老鬼 西城阁 老鬼 西城阁 你们在警察吗 老鬼 我们已经卡成了 我报告你们的具体位置 收到请回答 这下好了 想走也走不了了 你这个乌鸦嘴 启程 来 就两把铲子 挖吧 我来吧 解释哥 没回应了 王朝哥 最近在山上都找过了 你说他们不会 王朝你别胡说 王朝你别胡说 你再想想 我们也再想想 这山上还有什么地方 咱们没找过呀 刘大哥 咱们先不用找了 我了解释诚哥 咱们先回去吧 王朝哥 回去 你这是什么话 你害怕你自己回去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 他们俩没有找到 我也很着急 但是现在除了他们 我们还要顾及更多的人 王朝 风筝受了罪 听你风筝哥的 如果按我们猜测 他们真的遇到了麻烦 光靠我们几个的力量 根本就起不到多大作用 咱们现在能做的 是先稳住 防空洞里面大伙儿的情绪 然后想办法修好信号塔 请岛外支援力量增打 咱们要找到老鬼的事儿 一定会引起恐慌 千万不能提 知道吗 我看哪 风筝说得对 咱们先回去稳住大家 再找人出来修塔 走啊 走 你不是想做正式的消防员吗 现在就是考验你的时候 快走 风筝哥你拆成外面 我记住 好 你刚才做的 真的是太退了 你不跟我说 得稳住群众吗 现在扩散消息 对谁都不好 一共就这些 这不够给大家分的 倒着还有的可发 但是那是鬼术的东西 我不敢私自分 他骂我的时候可不留情面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你快点拿出来 这压缩饼干 是鬼术以前存下来的 他说过 没有他的允许 谁都不允许自己拿 要真拿的话 风筝哥 咱俩可得一起单 这些东西一定要拿 对吧 放心吧 回头我跟鬼术说 风筝哥 我现在有点害怕 咱们不知道现在 还要耗多少天 你说 鬼术他们会不会 真的有事 马儿 你放心吧 先把这些物资发放好 好 你负责安抚群众 等会儿 我出去就信好他 然后再找找他们 快 孩子睡了 睡了 干吗呢 你看这个照片 当时呢 现场火特别特别大 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啊 我每次 只要一从消防车下来 看到那些群众的眼神 我心里面就特别有劲儿 但是 过后呢 回想起来 或者说我看到这些照片以后呢 有时候 还是会好怕 你要是受伤了 你就别回来了 我每次一听到消防车的声音 我就特别紧张 你下次怎么能看到那火呀 你 你躲远一点 你往后站 行 我以后呀 看见火 我就躲远远的 烦事 怎么了这是 我又哪句话说错了 明天又要回去了吧 好 我还是给你收拾东西去吧 好 同学们 作为消防员 我们有衣物把你们安全地送出去 但是有一个情况 我要实现生命 我们可能要在这里待几天 不是吧 你听我说 钱家岛是个小岛 消防人员本就很少 在这样大的突发事件里呢 很难做出迅速反应 这就是我说要在 里面待几天的原因 但是呢 根据我的经验判断 台风不会持续太久 台风过后 岛外的消防力量一定会伤到 可是 我同学的脚还伤着呢 这样拖下去可不是办法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我们身上一直装着基本的药物 虽然不能保证治好你朋友的伤 但可以防止它再次感染 来 谢谢 来 大家先吃点饼干 垫垫肚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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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il 微不抉择 黄 别 人 毛孩 我听这雨也停了 风也小了 让阿姨出去透口气吧 不行 不能出去 这 这这这 在里面待两天了 这憋的呀 毛孩 你 一整天没见这儿老鬼呢 他在家里吗 是吗 是吗 鬼叔 他真的在家 不对呀 毛孩 你今天看起来心诗可重了 你得跟阿姨说实话 鬼叔他们是不是遇到麻烦了 你 鬼叔他们确实遇到了麻烦 真是 这遇到什么麻烦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同学是不是根本就没救出来啊 对啊 我们同学呢 鬼叔也没见着 孩子也没见着 是不是鬼叔他们出事了 是啊 你没说出来啊 是啊 到底怎么了 这孩子干什么呀 鬼叔他们确实没连衣裳 你 你 是 但是我相信鬼叔不会有事的 是 那就是 而且鬼叔特地交代了 现在党上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们的安全问题 毛孩 老鬼他们现在下落不明 我们不能干台上 必须找他们 不行 别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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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你要相信老鬼 相信毛孩 大家再等等 如果还没有消息的话 我们几个再去找找 对啊 对对对 休息吧 休息 休息会儿 休息会儿 放心吧 放心吧 没事啊 来来来 真的没事 放心吧 新城庚 老鬼 新城庚 老鬼 自己的事 和他们继续 也有刘肯 你如果要来 我觉得与心 你继续 恋着 你都想响着 那可怜着 你不着急 你不着急 我 你怎么说 你必须说 我 跟你们都想去 你不着急 吃一块儿鸭做饼干 你现在又不遵守 为什么不吃啊 没事 不用管我 其实我不吃 剩下的干粮 也只够半天的量了 能省就省吧 老鬼啊 如果明天 或者后天 都没有登到救援 也没有人发现我们 你会担心吗 我没什么好担心的 只不过 就是担心他们 对了 西城 跟我说说 怎么当上消防员的 是 我没有见过 去 我说自新的 你不能思维 还是 有什么 你不是 什么 和他们打仗一片的时候 我感觉 已经离不开战利了 战利 就是我的家 前驾岛发来台风求助信号 希望安定增援 站长 前面就是前驾岛 准备登岛 是 准备登岛 是 走吧 我们向你 大家注意安全 行 快快快 蓝眼金盘逢折 向无掌报告 无站 通修带刚信号发出救援信号 你们就到了 看见你们我就放心了 前几天看到 台风要来 担心夏城周边岛屿需要增援 所以我们提前做了些准备 世元 到 负责清掌 是 一般 等我走 建强 清点物资 尽快发放下去 走 是 无碧 快 在 快 准备转移伤员 好 逢折 李锡城他们呢 快 快 一兵姐 两天前抗灾救险的时候 老鬼和锡城哥 在森林里 救出四个人之后 就 来 就失联了 你说什么 因为信号打坏了 我们联系不到你们 所以 不行 我要去找他 一兵 请别慌 老鬼是个老消防员了 经验丰富 应该不会出什么岔子 风哲 咱们地毯是搜 看看他们会不会 被困在什么地方了 走 是 小子 听你说了一宿 有这些经历是好事 男人如果没有摔过 疼过 就长不大 说白了 高楼 大火 台风 谁不怕 只是 一个优秀的消防员 一定会抵抗自己内心的恐惧 干一辈子 就和自己内心 抵抗一辈子 没想到你一副百毒不清的样子 还需要反抗内心的恐惧啊 怎么说吧 消防员 干的就是 替别人赴汤倒火的事 再害怕 再为难 咬牙一跺脚 还得上 不问结果 只是问 应不应该 是 老鬼啊 以前呢 我对你的态度不是很好 对不起啊 行行行 少肉嘛 要说对不起啊 我也应该说对不起 你和冯哲 都是好瞄子 我砍错严了 来 马哈儿 你说那个地方在哪儿啊 小心啊 快 跟上 有这种地方 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呀 这里地势复杂 不带着来 根本说不清楚 是什么 对 就是这儿 吴湛 就这里 老鬼 我是吴长梦 你们在里边吗 老吴 不是 老吴 我在里边呢 你们有几个人 里面一共有六个 还有一名伤员 李熙成 你们怎么样 身体还好吗 我们没事 我们很好 你们放心 我们正确去救你们 好 谢谢小领导 阿隽 我拆 是 恐怕不只是小领导吧 你是家里的小领导 你小子 各位观众您好 我们现在在前家岛 为您发回现场报道 自台风登陆以来 前家岛无疑是风灾的重灾器之一 现在 我们登岛的下城消防人员 正在解救 因台风被困煽动的受困群众 需要正常 体温计 体温计 体温计呢 给 没发烧 身体也正常 就是有点脱水 一会儿打完这瓶葡萄糖啊 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就行了 谢谢了啊 谢谢啊 谢谢您啊 那四个游客怎么样了 你放心吧 已经被我们同事送出岛 回下城做全面的身体检查了 老个洋 我觉得你有这个心思关心他们 倒不如回到下城 好好地检查检查你这个身体 我的身体我自个儿知道 你别瞎操心 我去看看他们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你们先好好休息 我工作忙完了再来看你 我在这儿等你啊 一冰姐 许神刚 廖伯大叔 这是岛外发来的新物资 我给你们带了点 来 来 熙生哥 行呐 你可千万别怪我 当时外面的情况特别复杂 就只有我和毛孩两个人 我们实在是找不到你们了 才私自做主 把屋子给发放了 而且那两天 洞外一点不比洞里好过 你们在洞里待着 我还在洞外挨骂呢 怎么了这是 老个大叔 就是你们被困在山洞里的时候 村民也想跟着我们一起去救你们 可是他们一没装备 二没受过训令 所以就被毛孩拦下了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他被大家暗地里讲没良心 他们怎么能这样啊 没事 来点骂 受点委屈 有好处 熙生哥 那你在这儿好好树叶 我先帮站里的同事们去了 我和你一块儿 不 这件事情你不用担心 外面无占他们 加上我和毛孩就够了 清账的事情就报给我们 放心吧 马儿 走 禀西城 我是不是让你好好休息嘛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大家伙都在帮忙呢 我在屋里根本就坐不住啊 你放心吧 我身体已经没有任何的问题了 那你自己注意点 好 你好 我们是夏城新闻台的记者 想采访您一下 在这一次 池圆前家岛的过程当中 咱们除了带来了污资药品 还做了哪些工作呢 其实 岛上的消防站的同事 做了主要的工作 我建议采访他们 你们来采访我吧 你好 我们这一次登岛救援啊 其实做了三个最主要的部分 第一呢 就是给岛民们 带来了足够多的药品和物资 第二呢 就是把这一次台风过程中 受伤较为严重 身体状况相对比较弱的灾民 我们都送到岛外进行休养了 第三呢 就是这次灾后的清障工作 我们也基本完成了 大部分的灾民 都已经恢复了他们正常的生活 相信看到这一组新闻的观众朋友们 一定会为我们下城消防感到骄傲的 其实啊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如果你们非要感谢的话 你们应该感谢 这个岛上的消防站站长 老鬼 请问我们可以采访一下站长吗 可不可以采访他 就要看看他本人 愿不愿意了 老鬼 老鬼 你看谁来了 安定消防站的站长 来看你来了 老吴 回去吧 有什么好看的 你开门哪 走了 我了解他 你去忙你的吧 你看 没事 谢谢你啊 你去忙你的吧 老鬼 十几年都过了 我每次上岛 你哪次见过我呀 你不见我我都习惯了 老鬼 咱们都是快六十的人了 有些事 得从心坎底下过去啊 老鬼 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 以安定消防站站长的名义 登岛了 你是真不打算让我进去啊 你不让我进去 我就走了啊 你不让我进去 我就走了啊 你不是不让我进去吗 老鬼 你来岛上都十几年了 你还是没变 我是来干消防的不是养老子 变什么呀 来 坐 老鬼啊 下个月我就退休了 我在想 在我离开之前 准备给站里打个报告 好 把你调过去 你都要走了 我就更没有回安定的理由了 我就守着这片岛 能多做点 试点 挺好的 只是从你那儿来的那俩小子吧 有点可惜 怎么讲 你怎么一直这样看着我 目不准睛呢 我是不是又变帅了 你都变丑了 又瘦又黑又丑的 怎么可能呢 在台风来之前 我在岛上 一直都是天天捕鱼 喂鸟 还看星星呢 过头都是神仙养的日子 舒服着呢 少骗我了 这儿这么荒凉 不过呢 这次确实觉得 你不一样了 我觉得 不一样的是你 我哪儿有 我说真的 之前你对我呢 也说不上好 也说不上不好 但是队里上上下下 甚至全世界都知道 我喜欢你 可你老人家 一直都是公事公办 从来都没有表现出来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不像现在这样 现在怎么了 现在啊 你表面看似风平浪静 其实你心里 早已经小鹿乱撞了 是不是 你脸皮可真够厚的 不过 西场啊 我以前呢 总觉得你特别孩子气 跟成熟一点大不上关系 但这一次 我真的觉得 你这里能担事了 你怎么看出来 我肩膀能担事了 说真的啊 我觉得 你对我的认识 应该再清楚一点 毕竟我自始至终 走的都是 孰南路线